你帮我看一下 你朋友一晚上都没出现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要不你给他们打个电话问问 我朋友没手机 没手机 你朋友 现在不是人人都有手机吗 你朋友怎么可能没手机呢 而且就算你朋友没手机 他们也可以随便找个地方 给你打个电话呀 怎么能让你一个人 在这儿干等着吧 你们是怎么回事 不好意思 我是不是问得太多了 难道他真的是卧底 别着急 先说有什么计划 这有什么好计划的 等会儿见到他 把他拉出来问个明白 你先别着急 冷静一下 我就怕你没把他抓出来 你自己先暴露了 现在也快中午了 这样 你把他约出来吃午饭 把他骗出来之后 由我们来问他 对了 你到时候千万别紧张知道吗 就像你们俩平时聊天一样 千万别让他怀疑 好 我刚刚给你发信息 你怎么没回啊 你怎么没回啊 我刚刚给你发信息 我在来着度上 没看着 你和你朋友一起来的吗 没有 我自己来的 哦 这样啊 那你来这儿干吗呀 我是来找你的 找我 你来找我干吗 我想请你吃饭 你不是请我吃东西了吗 我想回请你一次 可是 可是我已经吃过午饭了 那我请你喝个下午茶吧 行 这个楼上有个咖啡厅 我们待会儿就去那儿喝吧 离这儿不远 有一家更好的下午茶 我们去那儿喝吧 可是我现在还在上班 那我试试跟领导请个假 那我试试跟领导请个假 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好吗 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好吗 好 好 你知道我这儿一上午就在干吗 我知道啊 抓卧底 这其一 其二是观察许念 你观察她干吗 观察她 到底像不像许多安 这我早观察过了 她们俩一点都不像 这我早观察过了 开玩笑的 许念之前不是挺多花招的吗 又是烟花又是金鸽热舞的 我今天观察一上午 她怎么就只跟你说了五句话 而且每句话都不是对你说的 你怎么喜欢那么闷的人 闷算好的了 你还没叫许念讲大道理的时候 没办法呀 我们家小千亚喜欢 这一开始呢 我也不明白 但是我知道许念的身份之后啊 我明白了 他们俩就是那种 势均力敌的好不年 懂吗 你俩真的是能聊得到一块去啊 我早就应该最少你俩认识了 现在认识也不管吧 行了 哪儿都那么时间闲聊 我苏联怎么进去 这么半年还不出来 糟了 你说会不会有一种 可能被那个女孩测反了 测反 最好是测反了 行人就没了 但我最怕就是 那女孩把她拖住了 之后自己跑了 小给你的任务完成了吗 任务很轻松就完成了呀 我约兰兰喝下午茶 她已经答应了 那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看书啊 这不是书 这是兰兰的复习笔记 那她人呢 她说她跟领导请假去了 让我在这儿等她 兰兰的字写得真好 那你就自己在这儿看吧 喂 我已经拖住塑料了 你放心 我没关系的 你干什么 你还我手机 你干吗 来来 苏亮 苏亮 你别误会 干什么 张师傅 别着急 我们就找你保险一下情况 关千雅 齐川 你们都在这儿